三個不同的受害者 出示一張張報案三連單 桃園市議員許家瑞 揭露自己的三名女助理 遭遇職場性騷擾 誇張的是性騷擾的身分 竟然是桃園市政府的公職人員 兩個月內我的辦公室就發生 四起助理被性騷擾的情況 那對象都是公務往來的 這個市府的公職人員 兩個月發生四次 一共有三名女助理受害 讓議員直說太誇張 其中兩件還是同一人所為 一名女助理在處理 營建工程的選民服務案件時 遭到環保局誠信鼓掌 言允性騷擾 另外兩名女助理 在參訓後的KTV刷刷行程 被市政府狹行顧問 以遲到為由強行擁抱 讓他們難以抵抗 更在過程中不斷借機實質緊扣 這些行為已經造成 受害者身心不適 希望張宣正市長 能夠秉公處理 而且來做這個 整體市府公職人員 對於性別平等的認識 還有職場性騷擾的避免 來做一個全面的整體的盤整 民宿吹到桃園市政府 公務人員性騷擾整以平傳 議員喊話要市長無往無縱 有兩位同仁 一位在市府 一位在環保局 我們已經把這兩位同仁 都暫時調離限職 今後調查 不許性騷擾歪風 繼續蔓延 市議員替女助理討公道 更要遏止不當騷擾 叛市府成為性別友善的工作環境 靜新郎李俊宏 楊宗翔蔡前後才有報導 大賊靜新郎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